一名住在北部的女子与家人同志其境去游玩 前往超商提管及提管时 一时输入未将提领的款项取走 返遭随后何而来和另一名陈信夫人拿走 警方调略监视器循现通知陈部道案说明 陈信夫人时刻否认自己有侵占他人之财物 为当警方出示监视器画面 陈信夫人又不知如何解释 警方依侵占罪嫌将陈信夫人 谈请高雄地权署偵犯 警方呼吁社会大众若有失财人财物 务必转交警方处理 如因贪小便宜暂为己有恐涉侵犯罪嫌何不偿失